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Amy Little Music Room 頻道,我是 Miss Amy 今天很開心我健康和大家分享唱歌的小知識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發音或者pronunciation 去幫助你唱歌有一個比較明顯的進步 和可以有即時改變 你想不知改甚麼音呢? 很多時候我們開聲的時候 通常都會用這些 Gigi Sounds Ga, A, O,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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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去開聲的 但是呢,今天我想介紹一個pronunciation給你 而這個pronunciation不知道你有沒有用過呢? 而這個pronunciation就是 Book 你會選擇這個聲音來做warm-up呢? 因為呢,當我們讀 Book, Book 你有沒有發現呢,我們的單田是會bounce一下的呢?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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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 我們不如試一下一起唱吧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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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 當你唱這個時候,你發覺每一個的notes呢 你的單田,即是你的小幅下面 小幅的位置呢,都會bounce 每一個notes bounce一下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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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 那這個呢,可以幫助你唱歌的時候呢 可以呢,那單田的訓練會比較好一點 還有呢,我們可以把那個推遲 即是我們的發音那個 聲音placement 可以擺在前一點的 但是呢,我們要很小心喔 當我們唱Book的時候呢 要,呃,要留意一下這件事呢 就是我們千萬不要做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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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 你會發現呢,它會掉到後面 但是當你唱Bo,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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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 那我們記得留意一下 著重是B-Sounds呢 和我們要彈跳力夠啊 如果我們呢,有B-Sounds 但是沒有彈跳力的話 都不能夠成事喔 例如你看這個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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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 你會覺得呢,辛苦了的 但是當你如果唱B-Sounds 和會有跳音的話呢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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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 和最主要呢,我們在Mike Him 會聽到Bo,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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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 這樣東西是很重要的 如果呢,回去呢 可以呢將這個英語來練習呢 你會發現呢 你的唱歌有一個很大的進步 有一點想提下大家呢 就是當我們練習這個Book Sound的時候呢 我們要記住呢 要聆聽看一下我們的Book 做得對嗎 當做得對的時候呢 效果就會失效 就會不能夠成功 而且它反而會令你的肌肉更重 但如果當你做得對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唱歌會有勁力很多 所以你做的時候要留意一下 要聽聽自己做得對不對 至於我們要唱多久 練多久才能夠有成果 其實每個人都不同 因為有些人可能學唱歌學了很久 或者唱歌唱了很久 甚至可能有些人習慣了很久 或者有些人完全沒有唱過歌 很多時候我們練習練習的時候 不一定的要多久 或多長時間能夠成功 如果你擔心自己練習 最好找回一個私人教授 或者一個私人教授 去幫你聽聽 究竟你是否在用正確的方法去唱歌 最主要我們唱歌 如果用正確的方法去唱歌 我們能夠唱到好聽的聲音之外 自己都覺得很舒服 今天我就先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這段影片能夠幫助你的話 歡迎你去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和IG 希望下次能夠再一次可以見到你 拜拜